7月26号之后三级警戒有亡降级 许多家长也开始关心 9月开学孩子是否能重返校园 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应 针对小一到小六 国一国二还有高一高二的学生 在开学之前都要进行混班先分组 分成ABCD四组 每周会有一组学生可以回校进行实体课程 其他组别则是都要维持居家上课 而国三和高三的学生比较单纯 通通都要进到学校 但是为了有效分流 会将原班级的人数砍半 部分的同学可以跟老师实体互动 而另外一半则是要待在另外一间的教室 同步看直播上课 虽然北市府强调 8月10号新政策才会再讨论定案 但已经有很多老师开始苦恼 开学之后课到底该怎么上 光等学生上线系统操作问题一大堆 好不容易适应线上课程 没想到北市为了9月开学 沿逆定出性政策 这下光校应付远距教学还不够 老师还要同时顾及部分回校上课的同学们 使用一种方法来教学当然是最最方便的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考虑周全一点 门手可能不太够 大部分都是在线上 在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有行政老师去协助 教育的防御这个泡泡的概念来做一些规划 有实体上课了 那也有居家演技学习了 北市教育局严拟要将学生进行分流上课 包括国小生国一国二高一和高二同学 在开学前都要进行混班先分组 分成ABCD四组 每组约五至十人 每周会有一组学生可以回校进行实体课程 其他组别则都要维持居家上课 后续会轮流交换 而国三和高三的学生比较单纯 通通都必须进学校 会将每班同学分一半 实体组可以跟老师互动 而同步组只能透过投影 在邻近教室看直播上课 谁要去这个学校 谁要去 是选择是抽签吗 那五个人还是六个人呢 为什么一定是五个人 这个人数的问题 针对低年级的 这样的效果是行不行的 为什么要选择五个人 这我就不是很了解 当然这要根据疫情的一个情况 可以采取分流的 政策光用听德就搞得母沙沙 老师更是一个头两个大 究竟执行上会不会有困难 就怕开学后又是一场应战 解台北综合报道